耶耶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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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耶 哈囉 午安你好 歡迎收看幽靈寧的波西文雄 今天歡迎來講知識顧健康 我們過去講很多身體健康 我們這一週要帶大家 了解一下怎麼讓自己的心靈 心理更加的強壯 更加的健康 所以我們蠻特別的我們今天要聊聊 一些最近的新聞時事 剛剛落幕但是你有沒有想到 如果有一天你也碰到這樣的情況 你的心理夠強壯去承受 那麼多的壓力嗎 其實最近有這一本 暢銷書鍛煉心理激勵 裡面就有講到很多的 像是我們新聞世界可以看到的 一些工作上面的壓力 或甚至在婚姻上面一些關係的壓力 我們要怎麼解決其實也許可以 從這邊找到答案我們請到這本書 的作者大家非常熟悉我們知名的 諮商心理師林翠芬 老師來到現場跟大家聊聊老師你好 各位觀眾們大家好 好一開始我們就來聊聊 這個在長東罷工 其實可以看到 好像平常看起來很非常優雅的 空服員們 到這個時候突然情緒失控了 然後呢情緒呢 跟我們認識的不太一樣 好所以我們就來看看 到底整個罷工事件 我們可以學到什麼 一起來看報道 其實有時候你們媒體每次都說 那是最美的罷工 其實我覺得那是最醜陋的罷工 我們地勤才是最美麗的反罷工 面對鏡頭講著講著忍不住哽咽落淚 這位長榮地勤雖然不是第一線工作人員 但仍然有話要說 地勤真的很委屈 我們地勤真的很辛苦 這一棟大樓裡面幾乎24小時的地勤同仁都在上班 長榮空服員罷工影響的數百班航班 在機場內第一線地勤人員 忙牽轉處理客戶的問題 真的忙翻了 電話線上是一直不斷的 他們旅客一直來一直接 那定位中心的人員 他們也沒有辦法掛斷電話 在機場的罷工期間 那他們也是從總公司來機場做支援的部分 那很多業務是 他們比較沒有辦法那麼熟悉的 但是他們都還是盡力的幫忙 地勤辛苦了 二三號幾位空服員來到機場鞠躬喊話 向地勤人員致意慰問 但對方似乎不領情 甚至有地勤人員直接嗆空服員 回家當你的媽寶不爽我來做 一名空服員也在臉書回應 你以為你這張臉能烤上空服員嗎 地勤空服員雙方似乎已經出現裂痕 罷工衍生的後續問題 都有定型人員擦屁股 昨天機場有很多人嗎 客人都牽出去了 為什麼如果他們有誠意 為什麼不第一天的時候就去 為什麼不到票務部去協助咧 但看看薪水以剛入行對象為例 空服員加一加一個月也有五到六萬元 地勤人員只有四到五萬元 不是空姐才能辛苦 我們地勤人都不辛苦嗎 所以我們今天就從這個心理抗壓的一些部分 我們來聊一聊 維持怎麼維持心理健康 好這個其實老師您有聊到就是說 呃像這樣事件發生之後 最第一個要關心的是 員工或當事者 會不會出現所謂的急性壓力症候群 那為什麼叫急性壓力症候群 急性壓力症候群 就是在一個很極度突發的高度的壓力狀況下 那我們可能就會出現很多身心失衡的狀況 那這些身心失衡的狀況 個別的差異是很大的 那像有些人可能就會開始極度的焦慮恐懼不安 或是有那種很恐懼的感覺 那像剛剛那個整個崩潰啊 然後痛哭啦 對 這個也是 甚至還有挑釁呢 我們剛剛看到 這個也是很常見的 就是情緒起伏會變得很大 那有些人也會反映在生理上 很多人這個時候最容易出現 就是開始失眠 那有些人會噁心 會吃不下 然後反胃 然後想吐 然後或者是說 像有些人可能會覺得一直有暈眩感 頭昏昏的 那可能也有些人會有一點感覺麻木的感覺 像是他們碰到這麼大的事件 那突然有 如果有這樣的症候群出現 自己懷疑有的話 他們一開始應該要建議要怎麼做呢 先去 因為但事情沒有 也許沒有那麼快解決 那他們可以建議怎麼做 直接就去請心理師嗎 還是說 因為我覺得第一步可能先要了解 自己的身心狀況啦 像你剛剛有問我一個問題 其實還蠻重要的 就是好像他們開始崩潰啊痛哭啊 那其實在急性壓力症候群的狀況下 很容易出現一種現象 叫做警醒的現象 什麼意思 變得很緊繃 什麼寫 警告的警 對 警告 然後醒來 對 醒來 警醒現象的意思是說 在這樣的狀況下 我們很容易變得很易怒 然後很容易莫名的 就會開始發飆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現象 就是說它會開始出現 不管是語言的 甚至有些人在這樣的狀況下 也會出現肢體的攻擊 跟別人打架 所以像另外一個 還有一個很典型的 專注力會下降 然後會對很多 像我們在新聞事件當中有看到 他們會對很多事件 會反應過度 對啊好像我之前看到 會驚嚇過度 類似像這種罷工 之前罷工的時候 然後就好像還有公審那種感覺 三個人在那邊 還有一個出來罵說 我們為了你這樣子 你們中途落跑 什麼三保腳回去 類似像這樣的狀況 對 好像跟我們 平常看到公審完全形象不一樣 所以這可能是他們的 一些心靈的狀況 所以其實他們的一些反應 自己也不要輕忽了 因為其實這就告訴你 感覺上好像只是 情緒起伏比較大 可是這時候如果持續的 你都沒有去關注他 你也沒有去照顧他 那如果持續下去的話 很容易轉變的 所以他有些時候 可能會轉成就是 情緒上可能會更 更崩潰 或是更現實的 或像有些人會有一點 失去現實感 跟自我感的感覺 這怎麼說呢 像很多人 遇到一個很大的事件之後 會感覺好像一場夢 這種就叫做 失去現實感 跟自我感 唉唷 這樣講有點抽象 就是說 我剛剛發生什麼事 好像記不太清楚 對 記不清楚 模模糊糊 好像夢中的感覺 但其實有些人 是會有這種狀況的 好 瞭解 所以這件事情 我們當然除了看到 這個當下罷工的時候 發生一些狀況之外 其實呢 剛剛跟老師 老師也曾經到 長龍航空去擔任過一些 這個企業的一些 這個演講 或是授課等等 這個對於他們壓力抗壓 那所以我們今天要來 聊另外一個話題 就是說如果呢 像是空服員這樣服務業 您在書上有講到 有特別容易出現一個狀況 如果觀眾 你也是服務業 要特別注意喔 有一個叫耗盡症候群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服務業 跟一般的工作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在於說他們是多重勞動 包括服務業常常是專業 也需要有專業服務 那另外一個服務業 也需要有體力 那再來服務業 跟別人最不一樣的 就是情緒的勞動 那在情緒勞動 如果說我打個比喻來說 如果你的心靈 像一個冰箱一樣 那你每天服務顧客 那顧客可能也在這個過程中 你可能會焦慮 你可能會不安 你可能會生氣 有一些東西 但你不能對顧客發 所以你都會隱藏在心裡面 然後顧客也有可能會把情緒丟給你 所以在這樣的情形下 你每天就會吸收很多情緒 就往這個心靈的冰箱裡面塞 那你塞久了之後 你從來都不處理的話 那你覺得這個心靈的冰箱 會怎麼樣呢 我覺得我們新聞業 感覺也像服務業 平常也是要蠻多要處理這種 這種一些負面情緒 所以常常累積 這就是有可能會怎麼樣 會爆發嗎 會爆發 所以第一個爆發 最容易有的現象是什麼 不耐煩 所以你會發現現在人很容易不耐煩 開個車等個紅燈也不耐煩 或者是說人家找東西慢一點也不耐煩 或是服務等久一點也不耐煩 所以這空服員 大概最了解 地形也了解 你等一下小姐 就拍下去 所以像其實 可是服務業自己也會 也會開始本來脾氣非常好 EQ很高的 也有可能在長期的耗損的狀況下 情緒過勞的狀況下 也會開始出現不耐煩 另外一個脾氣會變不好 所以說你在飛機上可能碰到一些空服員 對你開始不耐煩 那可能就累積久了 對對對 但是我們希望他們不要去對顧客 所以他們很常不耐煩會對誰呢 他們可能不會直接對顧客 但是會對其他的服務人員 比如說像他自己去餐廳吃飯 那他就有可能對其他的服務人員不耐煩 或者脾氣變壞 那最有可能的是帶回家 對家人不耐煩跟脾氣變不好 那另外一個可能他睡眠也會不好 所以其實像耗盡症候群的人 burn out掉的人 很多人就會開始失眠 然後胃口不好 然後開始頭痛 頭痛也是一個還蠻常見的典型的狀況 那這樣子如果是航空業的話 機師或是空服員有這樣 那會不會對非安有影響 就你那時候到這個企業去演講的時候 所以我們才會說 他們也不能真的身體的過勞 或心理的過勞 之所以會強調他們不能過勞 因為過勞之後 在一個高度的壓力下 如果說你做的是一般事務性的 重複性的 譬如說很簡單的蓋印章 這種你在很壓力大的時候 還是可以繼續做 因為那個出錯的比例不會高 但是如果你現在在高度的壓力下 你卻就要去操作那種非常精密 非常複雜 不能出錯的 那這個危險性就會變高 所以像在這樣的狀況下 有些人他們就會 譬如說像很多人 一放假就開始生病 或是全身都不舒服 哎呦 講對了 好啦 我同事啦 不是我啦 很多人都是這樣 一休假又開始感冒 然後回去上班到了 然後好了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 但是有可能就是你的 其實像我很多 遇到很多人都會這樣啊 就是他們都會說 心理師我覺得我好倒楣喔 我每次一放假就全身不舒服 對啊 那其實這就是一個警訊 就是一個訊號 或像我有些 當時他跟我說 我就說你可以稍微放慢一點 腳步放慢一點 你的那個節奏 一定要有一點律動 就是說你工作的時候非常快速 可是你休假的時候 就要非常緩慢 可是你會發現現在很多人都慢不下來 連吃飯 像我遇過很多人連吃飯都說快點快點上 怎麼那麼慢 那這個其實就代表說 你的很多焦躁 那其實有些時候 當你很那個 你已經身心失衡的時候 那你就會發現 有些人去釋放壓力的方向 會讓身心更失衡 還有一個惡性循環 對 會有惡性循環 不過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今天就從今天的這個罷工事件 帶您看看 如果您這個平常的一些 身心的狀況 你自己要去察覺 是不是有一些這樣的狀況出現 不耐煩 或是說常容易暴躁 易怒 如果您又是服務業的話 特別注意 好 這個提醒 提供您參考 接下來也會持續的聊 跟一些包括您的這個婚姻的狀況 或是說您在上班的狀況 或是說您有沒有感到孤獨 這都是我們接下來會持續討論的話題 以上 今天的1600的播群 我們是熊給你空感的收看 我們再拍 掰掰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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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yeah, yeah